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身化衬衫配短发 性感中又充满男性荷尔蒙真的好迷人 而且这么高清怼脸可以观察到皮肤上没有任何的妆容 完全是纯天然状态 但同样是相当的硬朗且帅气 颜值很耐打 而张哲瀚身穿杏色方领衬衫配裸色休闲裤 身上还背着蓝色小包包 造型清新可爱 开心的像极乐去夏日郊游的小男生 在分拍之下张哲瀚还展现了鬼马精灵的一面 这是解放天性 在节目当中仿飞自我了 两位男神终于同框 只见一个肤色有黑 一个皮肤白皙 但各有各的风格魅力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同事乘坐游览车 但画风极具不同 一个是霸总 一个是元气小奶狗 莫名有点好客 说起来两人都是通过单改而人气爆棚的演员 黄锦鱼是靠出演上映而成功走红 而张哲瀚则是凭借山河令彻底圈本无数 如今二位再次合作 组成的北海CP也是很受欢迎 尤其是在演喻道路的转型之上 张哲瀚还可以向前辈黄锦鱼取经的 这几年啊 黄锦鱼通过《红海行动》和《破冰行动》等影片 成功立住了硬汉人设 毕竟如果单纯走流量 总有人气消散的一天 只有不停的尝试新的风格就能不停的翻红 而张哲瀚这次参演电影《威和防暴队》 就是一次很不错的挑战 在之前曝光的盯装照当中呢 连在形象上都引起十足 男性魅力爆表 如果这次合作出彩的话 相信可以获得极大的关注 在路透视频当中呢 感觉这一次张哲瀚录制也是非常的快乐 并且好像还在跳舞 不知道是不是跟游戏有关系 想要看到他这一次的表现呢 需要等到节目播出之后才能够看到 现在的话呢 只能够通过路透看一下他的表现 张哲瀚参加的这一期路透都这么精彩了 整天内容肯定不会差 再说啊 都是节目的老熟人 很快就能够融入进去 你看张哲瀚演技不错 跟龚俊合作的山河令被设观众更喜欢 但他其实也是一个喜剧人 非常的有意思 这一点张哲瀚参加综艺节目时就能够看出来 他跟龚俊来参加的那一期节目呢 就非常的有意思 而当时的收视率也很高 快乐本一阵的时间啊 收视率比较不错的一期节目 就是张哲瀚和龚俊参加的这一期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 张哲瀚带来很多笑点 而且他也很有梗 会带节奏完全放得开 当时就觉得他挺适合综艺节目的 没想到张哲瀚又来录制快乐大本营 并且还是户外录制 肯定更加精彩 而且还是有黄锦鱼 李沁等人录制 这一期的阵容啊也很强大 戴墨镜生图看呆了 在网络上 张哲瀚这次录制的快乐大本营啊 路透有很多 这就是改在室外录制的好处 能够看到各种路透 从路透生图来看呢 张哲瀚戴着墨镜参与节目录制 平时是很少见到他戴墨镜 一看生图啊都看呆了 真的太帅气了 戴着墨镜的张哲瀚亮相之后 让粉丝眼前一亮 谁能够想到原来他戴墨镜也是非常帅气的 而且更加有魅力 甚至有的粉丝看到张哲瀚戴墨镜的样子啊 觉得是长风大帅哥 很有那味道 让人的眼光在他的身上不想移开 张哲瀚这次的路透呢 走的是酷酷的风格 以后可以多加尝试一下这样的造型 因为是很适合他本人的 看到张哲瀚这一身造型之后呢 大家就更期待这一期快乐大本营的播出了 可惜才刚开始录制 距离播出啊还有一段时间 相信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肯定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节目收视率也不会差的 毕竟啊有张哲瀚呢 就从张哲瀚凭借山河令活起来之后呢 每一次录制节目都能够引起很高的关注度 所以一般有他的节目啊 热度都不低 所以这次录制快乐大本营这一期节目也是一样的 路透关注度都这么高了 收视率啊肯定不会差 这次录制快乐大本营这一期节目是一期节目的